咱们今天来做一道美食 先这个是构肉 这个是我之前做的构肉剩下来 你看这个笔 全部去盆上嘛 然后去清蒸 清蒸一下 然后再放些粒粒 不止了 来 先切一下 我们先这样培好了 培好了 以下我们再放些粒粒 之后我们再放个肉 烤压锅 然后就放到锅上面 清蒸半个小时 因为锅太小了 太小了 装不上两半 然后咱们就好得培合起来 这样 把这盘放下面 裂盒子来 就等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裂盒子 再把它取出来 让这香味 很美味 好 差不多了 我们要打开 打开之后 再用十个钟 这个盖才可以开 因为这个是高压锅 OK啦 这个葱花也熟了 嗯 香 好脏 好脏 哇 来看一下 我这个酒是之前 之前 我那样来应该有一个礼拜了 之前有朋友看过我的视频 应该都知道这个酒的度数 也就那么点度数 也就是 三十几四十度 但是我们这样 烹了以后 才会很好的 很甜 来 我们张起来 和老爸一起喝 我们喝 里面还有一针 你用了 嗯 嗯 太香了 我不是拿这个打 一只就一紧 一只就一紧 你看 你看 一斤都有这么多 你看 满满了 你看 我这一缸应该 准装个150斤左右 所以 喜欢喝酒的朋友 随时来我家 我家库存的酒随时都有 没有 ok了 和老爸两个人 今天晚上就是 喝一斤就够了 那再盖上去 封烤了 要不然 露气了 来 来 好吗 喝点 这是我刚刚打的 这里有两斤 和老爸两个人喝 一个晚上应该能睡得 很舒服 我们是这样子喝的 一大碗一大碗喝 我也要喝了吗 来再讲讲 是做的 你看 你看 一般是肥的 一般是瘦的 是要好吃的 嗯 一点都不油 很脆 这味道不好 吃的变肥可能 有个好 就已经拿了 好了 咱这一期就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上一期再继续做吃的 然后 我跟大家一起 分享一下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我这一期都要 做了 还好 这一期都要做